严恒拼命地控制自己的身体 额头的青筋都崩了起来 牙关咬紧 使无力的双手慢慢变成握拳 来回反复 周而复始 而西人这边 出了空间以后就吸了一口凉气 分辨了方向后 开始从来处回归 这时候 看见树下有一个眼熟的大鸟窝 原来金雕的窝被风雪撤了下来 半大的金雕幼鸟 在风雪中有气无力地鸣叫 严恒 我回来了 我找到了一只金雕的幼崽 西人没有来得及拍打身上的血 就见到严恒从躺椅上掉在了地上 西人把要被冻死的金雕幼崽抱了起来 放进了狼崽的窝里 窝里暖和 能不能活过来 就看他自己的造化了 现在已经是十一月份了 山巅已经开始大雪纷纷 如果再不下山 起码要等到明年五月才可以 所以我要加快速度 站在高山向下瞭望 大雪掩盖了一切的痕迹 西人一时也分不清 到底哪里是东南西北